两个战场同时揉吗 是的 马鱼龙第一步 第一个是马鱼龙 小左 这一波拿到一把枪 龙死根 下来 扫 扫 被反打 这边AZ和小叮当 打掉对方只剩下薄良一个人了 这里过点就会有点危险 啪啪啪啪啪 位置锁定 提电枪 打赢了 打赢了 其实你看 乱听场上的这个声音 是的 刚刚我在赛前碰到了AZ 我说行不行AZ 敢相信对方会安全地撤离 干起来 关键怎么在这么山的这个木屋 给遭遇到了 这就有点难受了 大惊先被放打 大惊 旁边特别也没了 直接被捕 204 这波枪先拿得非常大胆啊龙 是的 一看我打掉两个人了 直接发起一波猛攻 这个场上又多了一名龙杏选手啊 嗯 哇 哇 这波有点不把对方当人了 这个直接干拉到进点 不过还好队友补枪够快啊 喂 目前是一个一打二 小天鹏 小天鹏了 现在看小天鹏 懒人懒人 跑不到位置输出了 是的 现在最关键点是 他也拉不了对方近身 牛海比过来打劫了 完了 你被牛海比看见了 我拉人再斩一员大将 一打一 小天鹏 2004看巡视部队赶紧先补点人 补对方一击 再来一颗手雷 捏雷 来了 就是这个位置刚起了一个 漂亮 小天鹏 四杀 一穿四 一网狂澜了 这一下他是牛海比 之前的牛海比是怎么打的 歪成搜肥肥出来 今天你让他过来捡破烂 他怎么受得了 稍微缺点都不舒服 哇 苏九 这里已经有悟空的人了 赶紧走 是的 小屁城市有人 这个信息没拿到啊 实际 对 应该没拿到的吧 这个第一点 不然不可能贴这么近 是的 掉一个人 这样来的话 等会儿 厕所山 厕所山 这个推进也是非常有困难 嗯 陪我先 那是一个要命的家伙呀 他要要多少条命啊 十一刀 没眼底 哎呀 完了 十七 探两个点 两个点全有人 先被五位给打掉 崩了 这波很难推 只能等圈刷过来了 是的 往哪边走 圈形牛海比会怎么做呢 会选择去突进那个咖啡楼呢 还是选择去打股仓呢 还是上山呢 他好像在开着车 再往前看情势啊 马上他如果再往前开车的话 要跟KRG 这个车交错了 是的 长龙被放倒了以后 这边也只能近点打一波 但是已经被补了 这个是屁的男吧 N-S-E-O-R Pick none 这里还是有优势的 队友 压一下位置 这个小平房左右一卡 又放到一个 再放到一个蓝博 昂东河今年要把Pick none想炸倒 捏雷 顺爆 没炸着 没雷了 哎呦 这侧神打一枪头 这个556打枪头真没感觉 GFR的位置完全不能打呀 手里投注物 只剩911这一颗手雷 而且好像还不太好使用得出来 对方就在围墙 这个信息已经很明朗了 铁莲 掉一个人守住了 勉强还能接受 是的 兄弟们都在打 只有这个Pick none在挨揍 那他一个人微妙地平衡 对 就把外界来的人全部赶走 要么就打掉 但是他只要边缘有地方能待 他就赖那个地方 你一打我就搞死你 是的 95开好准 先把匆匆在厕所这个位置给击倒了 能扶 嗯 获取了信息 嗯 对吧 一会儿 哎呀 来了啊 Pero也夹了过来 现在天路的处境有点难受了 没什么问题 左手先出枪 先把匆匆给放倒 远点来 对 哦 还有更远的人在看他们 老马 打盘了 打成一丝血赶紧我会跑 老马找到一块石 如果没地方去的队伍 是可以搏一下 就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嘛 但没有信息 从我们上的视角觉得 扎过去可能有机会去打 是的 但是他们肯定是想打架 毕竟是积分赛制 对 你可能吃鸡就不一样了 对 大家就会选择去扎一手了 哦 这里 NYP 派达星山上面左右劝架 给他找到一个地方起推了 来 XCG跟KRG这边不管谁打赢 感觉都要被NYP掏屁股 而且XCG这里被牵制住了 KRG 来了 直接一个背身 完全不知道静点的情况啊 Steven满脑子都是去支援队友 支援队友 是的 站起来一看 哎呀 头地还有人在打 杨洋 哎呀 真难受啊 NYP一瞬间全线收割 全收 这个就是NYP强的地方 就是我跟你打正面也很强 对 我还能打点这种小技巧 小战术 打收割打原点也准 哎 这种就是说 你打这种小战术 可以减少你的损耗 嗯 Payro这边想去圈外跟悟空 卡住 但是马云龙掉了 不是 他这个位置会受到 原点枪械的干扰 嗯 就让他会打得很难受 这反而悟空那一侧 好像是比较避开 原点的这个射程的 嗯 但XC过来 拦截悟空了 对 Payro这边很难跑 收割 NYP 毫不留情 嗯 跑不掉了 Hosker一个人开着车 能去哪儿了 再往前走的话 就是送给 天罗 哦 我们看地图上 是给到一个西街以后 4M出来 想要压制NYP 但是GADW先被楠楠给放倒 旁边三倍进幻神 锁定小鹿的位置 再给首雷 但幻神这个位置有点压制FORM 哦 二换一 是的 还是小海这边抱头把幻神给放倒 好 关键这个幻神的位置好像是可以扶的 能扶 完全能扶 它是一个 FORM这个位置就不能扶 对 它本身的操作空间就比FORM大 这个就很难受 FORM其实是从那个炮楼那个方向过来 小海也被放倒 哇 只剩下了小鹿 NYP 谁能够阻止NYP 真挡不住 看天鹿过来有没有机会了 有没有一个正义的LYP 天鹿来了 天鹿能不能掏上屁股 看天鹿这个点还能看到他的尾气吗 来不及了 我这个点位 来不及了 周品妍的视角 男的也很远啊 直接是BUT带了 小鹿 来不及了 天鹿来不及了 不给机会 回去吧 但是好像 萨萨这个位置不太想往后走 想埋在这里 他感觉NYP会往前突 过点的时候 小佐是在车上被放倒了 停车的位置 焦阳回来接 但NYP你知道 他走的这种点位的话 始终至少有两个人 他不会存在我单人去行走 想要埋NYP的话 难度也很高 有点无解了 是的 焦阳反手是把鸣给打了 AZ 头顶 焦阳还在扣把 没有听到AZ的脚步 啊 SATA是确实埋了一个 对 你看 我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NYP至少是两个人 他不会只能单人来 对吧 他只要对手倒地 他补枪很快 那这样 NYP又能服 对 还是蛮变 就没有损耗 这个就 有没有正义的 CTG现在也在做抉择 CTG可能也要去 他想去装一手 他直接装天霸 打得更直接 他要去装天霸这个房子 哇 一瞬间掉一个 唐滴滴 该队友发挥了 唐滴滴已经打了呀 好的 锁定位置 王苏苏 漂亮 没什么问题 好快 好高的效率 还可以服唐弟弟 顺势手感来了一波手感 是的 但是 why AZ 这个时候AZ想到这 能不能让我再多活一会儿 对 我只想要一个排名分 三分 还错了吧 换身 不给机会 NYP 不掉人 这个就是很离谱 他打天脸他不掉人 关键被人埋了他也不掉人 而且他现在把自己周围的人全部给清干净了 在原点再扣一个 17 无几 无几 我觉得他唯一输的一个概率 就是比如说他一会儿 对吧 和天霸一起合力干掉了YLG 因为YG要进圈嘛 对吧 YG干掉以后 全文技术背走 他要下山 踩这个雷 哎呀 看到了 哇 引压双方血量差不多 根本不着急 雪都不打继续再打 一传二 又能服 就是他这个鞋童 这个什么叫鞋童 这就是鞋童 永远是看出来好多头看的 是的 哇 这波机会 天霸抓到了 刚刚过来 打一个 换身打掉了 那这样的话对方的测试 零树在干嘛 零树在看屁股 你敢信 零树他居然在看屁股 零树再也不做老牛子了 是的 他让队友过来发挥 这个时候 竞点的唐弟弟 我打赢了 你看 没什么问题 棒了 哎 你还比输一手 天霸 终于是 终于是 天霸是抓住了这个机会 是的 随意 因为他不敢在原地久留 对 他害怕旁边 有人过来补枪 起起来了 等手里面写了 你打起来 唐弟弟这边打到你 黑猪想过来补枪 正好是在打药 哎呀 过点的时候 被队友架住 漂亮 最后是一个四打一 位置已经锁定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哎 零树刚才就差一枪 这个真的是很可惜 好 我们恭喜天霸